国际金价震荡回调 一些消费者追跌购买 上半年黄金消费量同比涨幅近七成 黄金消费持续回暖 能抄底吗 金价未来怎么走 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最新的行情 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两位评论员万哲和刘哥 欢迎两位 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国际黄金的价格始终在一个波动的区间之中 三月份的时候是一度跌到了每盎司1670美元 之后又占上过每盎司1900美元 而进入到八月份以来突然就开启了一波大跌的行情 从八月五号开始 伦敦现货黄金价格在短短三个交易日内就跌去了120多点 而八月九号国际金价更是一度跌破了每盎司1700美元的关口 创下了今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 那么突然间大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国际金价会不会正在处于一个拐点 而金价下跌的影响到底都有哪些 今天开始讨论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记者最近在国内市场上的采访 在北京一家金店 记者看到不少人赶来挑选黄金饰品 黄金的价格跌了 我觉得那个挺合适的 今天就来了 然后买一对多借 记者发现 国内各主流金店品牌的足金报价基本在每克469元 相比于上周五降幅超过10元 而投资金条基础价在每克363元 跌至今年四月份的水平 这也让不少消费者看到了机会 今天买了50克 一克低十几块钱 然后跟同事一说这个消息 他们也就是让我给他们带一些 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式 整体的国金价从上周五到本周一的时候 两天大幅下跌 那么从1800美元以上 然后到周一早上 最低触及是1683美元 那么最大跌幅也达到了120美元 我们也是紧贴这个国际金价 在这两天对这个首饰的零售价格 进行了两次的下调 今年以来国际金价持续震荡 年初国际金价触及1950美元 每盎司的高点后震荡回落 在三月初和四月初 两次跌至1670美元 每盎司附近的低点 之后反弹 五月底重新冲上1900美元 每盎司附近 七月国际金价在1800美元 价格徘徊 八月份成回调的态势 十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 交投最活跃的十二月黄金期价 收益每盎司1731.7美元 我们看到这一波金价下跌通道的开启 实际上是从上周五 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 正式开始了这样一个下跌的通道 而且是向下连续突破了 每盎司1800美元 1760美元等多个支撑位 尤其是到本周一 跌破了1700美元 这样一个关口 而且这两天的跌幅 应该说是特别的大 所以很多人觉得可能没有想到 这样一个不在大家的预期之中 我看到连一些业内人士都说 这波下跌来得太突然了 可能让金融市场有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分析一下 这几天 尤其进入到八月份之后 这一波下跌行情突如其来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金价震荡下行 非常的明显 实际上跟大众对于美联储 未来货币政策到底怎么走向的 这种担忧是有非常紧密联系的 那当然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能够看到 金价其实已经到目前为止 下跌了9% 也就这已经不小了 那其实呢 就是说市场一直都在担心说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就是这个大放水的政策 它有可能是要往回收缩的 那目前来看呢 就是刚才说 它之所以在这两天上周五和这周一 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 这样的一个跌幅 那主要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就业 它的非农就业的数据发布了 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发布呢 会让我们发现 一方面它的这个失业率 现在已经降到了5.4% 是大大的要超出了 就是大大低于它的这个预期的 就是比它预期的这个失业率还要低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这个就业人数的新增就业 大概是新增了94点几万人 所以呢 它已经大大的比上一个月的同期 要高出很多 而且呢 比大家市场对它的预期 大概要高出个七八万人这么多 所以可以看到 高出差不多快10%了 那就是一个很高的 就是高于预期 因此市场呢 就普遍认为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就业的状况呀 可能可以比 就是20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这个整个就业恢复的状况 那也就意味着说 13年的时候 美国那个时候就开始 把它这个天量货币放水的政策 开始往回缩了 13年往回缩 QE 那么现在呢 如果说比照当时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那它是不是也应该要往回缩了呢 美联储说我们采取容忍的态度 主要是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认为说 就业或者说失业率 还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我们要容忍它 那现在如果看 整个的就业情况 已经恢复了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政策的收缩 可能就可期了 所以整个市场 对它就有一个强烈的反应 因此我们看到金价就连续两天大跌下了 所以可以说黄金的这个价格 还是和美国国内的相对的 这个货币政策相关的 对 我们回收一下历史 就是在1971年的时候 美国尼克松政府 当时让黄金和美元彻底脱钩以后 那个时候 有到现在 其实只是有两轮大涨 就是黄金 一个就是71年脱钩的时候 一直到1980年 这个将近十年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将近涨了20倍 从几十美元 35美元是吧 开始涨到几百美元 然后又是在2005年 06年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2011年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时间 正好跨越了金融危机的周期 那么这个期间的话 又涨大概从400多 最后涨到将近2000 所以这个将近4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就是这两个涨幅 但是这两个涨幅 你看一个是在当时和美国的那个智障的那个期间 是重叠的 也就是说高通账 一个是和金融危机这个重叠 所以在这一轮的去年 这个黄金大涨的时候 大家这个预期可能这个疫情 就是类似于另外一次的金融危机 这样的一个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主要是预期又发生了变化 就是尤其是最近的非农指数 经济数据在下好 金融数据经济复苏再加上一个对于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预期 然后这两个预期都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最后呢 这个因为疫情变 因为预期发生变化 所以呢 这个对于黄金的这种避险的这种需求的 它就变弱了 所以呢 它就掉下来了 今天我们知道美国还将会公布7月份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而且此外我们也看到有人预测8月10号到8月12号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有可能上涨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数据 接下来对于金价的这样一个波动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在经济上呢 经常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 就是比方说你有100块钱 你可以用来买这个 也可以用来买那个 那么你买这个呢 毕竟就放弃了那个 那么两方可能都是有收益的 你放弃的那一部分就叫机会成本 那从我们如果把黄金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收益率来看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他们因为这个算是一种这个资产上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成本 所以它互相实际上会有一个相反的关系 但是呢 最近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说 美债收益率现在是一个在一个历史低位 但是黄金现在就是还是价格下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因为市场对于比如说 包括这个美债收益率等等的这个预期 其实已经提前出空了 所以呢 在这种形式下 大家对于未来要加息的这种预期已经都回升了 所以因此呢 对于这个黄金的价格实际上有一个打压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了这个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呢 目前来看它确实是比较高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6月份 这个5月份的时候 就是它在同比上固然是比较高的 因为去年疫情的原因 它环比实际上也挺高 尤其是它的核心通膨率 已经到了 就是有一个已经到了 就是30年来的最高位 那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呢 实际上市场普遍认为 就是它的这个通膨率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历史 就是到峰值了 不是6月份 就是7月份 也就是现在出来这个数据 就到峰值了 所以呢 对它的这个预期也已经空了 因此呢 接下来大家觉得说 黄金这个走势可能是会被压住 可能不会像有些人分析那么乐观 那刚才我们通过 第一个短篇记者的调查 看到了国内的这样一个 黄金消费的升温啊 那么国际的消费市场情况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 正在韩国首尔的财经频道的 特约记者杨帆 杨帆你好 我们看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韩国黄金市场的规模 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 我们想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韩国黄金市场的交易情况 和消费特点都有哪些 好的张琳 那根据韩国黄金交易所上运数据 今年上半年 韩国黄金累计交易量约达15.5吨 那黄金的累计交易金额呢 是突破了1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57亿元 这两项指标呢 均较去年同期是大幅增长了 四成以上 那这也意味着 韩国黄金交易所的市场规模 六年里实现了约24倍的增长 实际上韩国黄金的价格 在去年7月首次逼近每克8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470元以来 随后就一直呈现着波动中下行的趋势 截至今天下午 韩国金价报64,380韩元 约合人民币360元 这叫去年的历史高点啊 是下跌了近两成 然而去年以来的这个下行走势 也是恰恰被不少韩国投资者 看成是低价买入黄金的好时机 再加上近期韩国疫情持续反弹 股市和加密货币走势是波动极大 这也让更多的民众看准了安全资产黄金 这也带动了韩国今年的这个上半年黄金的一个消费 那值得注意的是引领这一波韩国黄金投资的主力啊 是韩国的年轻人 韩国黄金交易所数据显示呢 上半年一半以上的黄金投资者是20 30多岁的年轻人 在目前韩国就业市场低迷房价飞涨的这个大环境下 投资黄金已经成为很多韩国年轻人积累财富的重要选择 那为了迎合年轻人的需求呢 上月韩国交易所呢 也是首次入住了大型百货商店 另外呢 韩国部分的大型连锁店呢 连锁便利店最近也推出了纯金纪念品等这些黄金产品 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以上就是我们在首尔的观察 张力 谢谢 谢谢杨帆给我们带来的观察 那刚才杨帆介绍了现在不少的韩国投资者会觉得 这个时点买入黄金是一个好机会啊 那我也看到了很多人现在在黄金大幅下跌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会讨论说黄金这样的一个大幅下调 下半年抄底可能也是个机会啊 但当然也有人会说 提醒大家可能还会继续下跌 有分析师说也许会跌到1560美元 我也想问问两位怎么分析和判断 我觉得这个下跌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而且比较大 因为黄金的这个角色呢 它就是作为一个投资品 作为一个投资工具呢 它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 如果他要是想赚钱 他有各种的投资的方向 你比如说 他投入股市在美国股市呢 这个和十年前相比 纳斯达克指数呢 不是就是这个道琼斯指数啊 我们不说纳斯达克了 道琼斯指数就涨了三倍 是吧 从一万多到三万多点 那黄金呢还差不多是吧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把它当成一个投资 然后你像通过低买高卖是吧 这样的话呢 来作为一个投资来说 它整个在金融市场里面的角色 应该是越来越弱化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弱化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甚至你比如说像投资意愿非常强的人 包括国外的比特币啊等等 这样的新的投资工具的话呢 都给了大家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新的投资工具出现的时候 那么作为一个特别传统的 然后波动呢 一般情况下也不大的 这样的一个曾经的金融投资品呢 它现在呢 它的角色就是它比以前是淡化了 那么如果要是说 大家都不太那么多 即使它还有避险工具 但是那么多人已经不关心了它 那么它的整个的下行的压力 肯定要大于它上升的动力 万丈怎么判断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现在说这个竞价啊 那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历史高位了 所以呢 要对待这个所谓的抄底机会 还是要比较谨慎的对待 那因为我们从历史来看 这个竞价 其实刚才刘哥已经说了 那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因为美国的这个放水 以及这个金融危机 给全球带来的经济危机 当时竞价是上了一个高点 那个时候也不过是上了1800 那么你看看现在的这个 实际上就离那个时候就也差得不多 也是在历史高位 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当然它占上了2000 然后很快也就下来了 所以如果从这点看呢 就现在就觉得说 我已经到了抄底机会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的 但另一方面看呢 就是说你说这个竞价 现在是不是就百无一用了呢 我觉得比方说 我们就说这三天 上周五 这周一和这周二 周二的时候 它就又开始就回调了 什么原因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 包括这个疫情啊 又开始反复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Dirta病毒啊 或者还新出现的一些 这个希腊字母的病毒啊 让大家觉得说有可能新的危机 实际上还在潜伏 所以对它呢 实际上仍有支撑 包括刘果刚才说的这个比特币 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它因为一些原因啊 受到一些管制啊等等啊 也使得 或者它有一些混乱的管理啊 也使得这个黄金的价格 反而有了支撑 所以只要这个避险的心态 以及整个世界的这个秩序的这个乱象 不完全消除 那么对它的价格呢 就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 也很难说比如说今年到了下半年 它就已经就 大家就觉得这没用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 但是对于这些抄底的人 确实我觉得你还是要 心存谨慎以及心存敬畏 价格有支撑 但是不能盲目抄底 那刚才我们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接下来我们再从消费的角度看一看 目前国内黄金消费市场 到底都有哪些新变化 8月初在北京的一家金店 尽管是工作日 但商场开门不久 收银台的顾客就排起了队 两万多吧 买来就是一个项链 叫这儿还有手折 每年收拾都买一小玩意儿 长大了能保值吧 今年以来金价震荡波动较大 记者在现场发现 对购买黄金饰品的消费者来说 价格变动对很多人来说影响并不大 买得多 我现在不仅帮自己买 我还帮我同事带买 数据显示 2021年上半年 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547.05吨 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69.21% 较疫情前2019年同期增长4.49% 其中黄金首饰348.56吨 同比增长67.68% 金条及金币151.10吨 同比增长96.28% 英内人士表示 一级度黄金首饰消费快速恢复 二级度在五一端午假期消费回升等因素带动下 黄金首饰消费复苏势头不断增强 其中古法金饰品消费继续强势上涨 成为拉动行业复苏的主要动力 今年上半年黄金的实际消费量同比是增长了近七成 这个数据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那这一段时间这个黄金消费 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为什么会持续升温 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 这个价位这个时点去入手合不合适 我们再来谈讨一下 我记得就是我们如果这样比的话 就上一次这个金价大涨的这一轮 也就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到13年它开始这个金价又开始有所下跌的时候 有一个名词这个享誉全球 叫中国大妈是吧 那么这个中国大妈 决定了金价 实际上一方面它肯定是决定不了金价的 因为黄金它的这个实物金的这个供需 实际上对于它整体金价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那因此呢中国大妈买不买 其实对于全球的金价来说 它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 就是中国人尤其中国大妈 可能对于黄金 它是有一种消费上的偏好的 那因此呢我们看到 在所有的市场当中 都有一种这种追涨杀跌的情绪 在金价的这个市场当中呢也不例外 因此到了这个金价上升的时候呢 往往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哎呦这个东西老值钱了是吧 那我买一下就像刚才说的 我还可以传给我下一代呢 对我还保值 它也不会坏呀对吧 所以呢它就助长了这种心态 尤其呢到今年以来 这个金价由油所下跌 很多人都还是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说 哎这是不是个抄底的机会 就是刚才说的 是吧去年2000的太高了 今年1700我是不是就能买了 所以在这种消费心理的引导下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黄金的消费 它就恢复的非常之快 对 那我觉得就是一方面 咱们还是觉得说 这个消费心态呢 跟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的实力呀 都是有关系的 这也不是一个坏事 但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仅仅是想说 我是为了投资是吧 我是为了就是将来 还得把它再卖掉 然后换回来再挣钱 我觉得这个心态呢 可能我们就要提醒一下了 是吧 但如果说你真是想说 我留给儿子 儿媳是吧 然后孙子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但是如果你说 我就是当做一个小饰品 一个小玩意儿 我每年买那么两件 开心一下 这个就其实对于价格 就很不敏感了 消费的心态 以消费的心态去购买 因为就是黄金呢 就是以前呢 它有投资的功能 现在越来越弱了 避险的功能还在 但是黄金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展示或者炫耀 这样的一种功能 所以它在亚洲国家 在很多 还有在中国农村 到目前为止呢 还有很大的市场 印度啊 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 中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它作为一个文化 那你比如说 嫁女儿的时候 那整个要 全身的话呢 都要皮筋 我国南方现在还有这个 那对 主要有文化的 对对对 那么这种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说 所以呢对它的这个价格呢 也会有一个支撑 因为毕竟呢 就是这个 一个避险的功能 再加上这个 这个展示和炫耀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它还是 因为历史文化这么长 人类历史上最有这个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对于价值承载 最长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贵金属 所以呢 它这种价值肯定还在 但是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趋势 是越来越大 就是说你看发达国家 总体上来说 已经对于金式的 这种需求的话呢 已经越来越淡了 我们中国大城市 也是越来越淡了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品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进入到八月份以来 我们看到国际金价 一跌再跌 这让市场对于 未来的金价走势 产生了不少的分歧 有人认为黄金的避险资产属性 有所弱化 风险资产的属性在上升 但是也有无论是投资者 还是消费者 他们都认为 现在可能就是超底的好时候 那我们还是那句话 投资虚谨慎 盲目超底 是一定不可取的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节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